本期视频有理由原创制作 马上就要入冬了 北方的朋友们已经过上了有暖气的日子 然而南方的朋友只能把手揣在兜里 按自搓手取暖 不得不感慨一下南北差异 但是南北的差异可不仅仅在生活上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那就是影视差异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有哪些南方人接受不了的北方食物 以及北方人无法理解的南方食物吧 北方人难以接受的南方食物之一 甜豆花 甜豆花是南方夏日消暑的必泪良品 就是在豆腐脑里面加入一些糖 以及其他蜜饯拌匀在一起的一种食物 深受南方人喜爱 北方人则习惯往豆腐脑里面加甜 成为咸豆花 无法理解南方人为什么要加糖 北方人难以接受的南方食物之二 肉粽 每到端午节全国各地都开始包粽子吃粽子 而在粽子包什么馅儿这个方面 南北也有差异 南方人会在粽子里面包腊肉 以及红豆等多种多样的食材 北方人则是在白米中包大草就行了 很多人当的南方都对肉粽烂而却步 请想还有包这玩意儿的 北方人难以接受的南方食物之三 鱼心草 鱼心草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折耳根 南方市场上到处都有卖 凉拌混着肉炒都是口感极佳的一道菜 特别在夏天吃了让人心脾都很舒畅 北方人一闻到鱼心草的腥味就褪比三尺了 别说吃了 南方人难以理解的北方食物之一 生吃蒜 生吃蒜在北方非常盛行 特别是老一辈 吃面或者吃油腻的食物时 包个大蒜一起吃 可以消除这种油腻感 但对于南方人来说 大蒜可谓太重了 很少有人会直接生吃 一般都是作为佐料炒菜 南方人难以理解的北方食物之二 残永 残永是南方人绝对接受不了的食物 光是想想残永的身子 都觉得胃里在翻江倒海 更别说要一个南方人吃了 但北方人觉得残永是高蛋白的一种食物 吃起来口感也佳 所以在节日聚会上经常见得到这道菜 南方人难以理解的北方食物之三 大葱蘸酱 大葱蘸酱和旧热饼吃 在山东沿海一带盛行 后来很多北方人也喜欢这样吃 南方人不会吃大葱 也很少以饼为食 大多都是吃饭 葱只是一种食材辅料 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上面的食物中 有没有你绝对不会吃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каким akaijo dragon